所以呢,帕里斯的决定导致了特洛伊的战争的发生 闲闲没有事干的奥林提斯神也开始组队打团战了 希拉跟雅典娜当然是支持希拉那一组的 当然啦,维纳斯当然是支持特洛伊这一个 在这个被选招的战争之中 有数不听的英雄豪杰都加入这一场团战之中 而这场战役呢,导致好莱坞拍了好几部电影 那究竟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令人惋惜的事情吗? 还是什么令人觉得错的事情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 就这样子特洛伊的战争打了好几十年 死了很多处男 这个托尔全部归于塔里斯这个愚蠢的决定啊 谁叫他脱离FF团单身俱乐部呢? 而在这个战场上最醒目的英雄呢? 莫过于阿吉斯了 又有人叫他阿吉斯 在战场上他就是好像一个人间坦克一样 拥有绝对的防御力 而他的战斗力呢? 对上死练了四十年的麒麟臂的单身男子比阿丘吧 他还是可以轻松获胜 而这个英雄到底克了多少心? 让他战斗力那么强呢? 原来阿吉里斯他妈就是海中女神西底茨的儿子 于是西底茨带着年幼的阿吉里斯到了明河去除了一下子 好让他在战场上刀枪不入 可以三十天三十夜都不用睡觉都一样精神良好 这样子的话让身为人类的阿吉里斯能够顺利平安长大 看似超级无敌强的阿吉里斯也是有致命的弱点的 因为他妈在让他刷二维条码的时候 唯独脚踝没有刷到 光一之间岁月如初阿吉里斯也长大了 他妈希望他能够回归当个鲁蛇就好了 但是身为一个中二的少年怎么可能轻松呢? 于是他加入了国军为自己的生活加入了迷彩 阿吉里斯说到一日希腊人中日希腊人 所以我要加入希腊的圣战团列 但是好景不长阿吉里斯跟他的长官 因为要不要切对方的中路而吵了起来 长官回到你再吵我就让你动巴哦 阿吉里斯就这样生气的回到了帐篷内 这时阿吉里斯的好基友斐洛里特斯上线了 阿麦农党官真是脑袋有洞啊 小垃圾你的装备可以借我穿吗? 我的装备还在袭击里 好啊反正我们也是共用一条内裤啊 于是斐托里特斯就借了阿吉里斯的装备穿在山上了 斐托里特斯就这样冲进了战场上 杀无射 这时特洛伊的英雄海科特也就是帕里斯他哥 以为阿吉里斯又上线了 直接朝穿着阿吉里斯的装备插了进去 海科特才发现这不是阿吉里斯了 够捡到装备超爽的 斐托里特斯马上传给了阿吉里斯 阿吉里斯光归的大喊 小沛沛 等一下 没有装备你要怎么打啊儿子 你在这里稍等一下 我却好连批斯去借一套新的战甲给你穿 好的老妈 于是阿吉里斯就换上他妈给的重装穿上了 第一个到前线疯狂开武装 能量条一直都是满格的状况下 特洛伊的士兵震惊了 因为对方等级太糟糕了 赶快机能联盟撤退 阿吉里斯边放大绝边在找他杀他基友的人 海科特 终于见到你了 杀了小菲菲又穿了我的装备的混账 有种就来互相PS 夏助吉 Tunn 桐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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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桐桀桐桐桐桐桐桐桐�ez 這時海克特啊 因為他都吃了阿波羅麵包 海克特必須GG 阿基里斯才要GG 好啦 我們投票吧 海克特必須死 因為他偷穿了阿基里斯的裝備 缺我這張EX咖哩棒吧 你這個無恥的小人 病 DAY 偉大的海克特就被阿基里斯槍給插死 阿里斯看到他哥尼被阿基里斯殺死 心中非常憤怒 也許是偷偷潛入希臘陣營 拿出了有人的弓 準備要射殺阿基里斯 但是在這麼遠的地方怎麼可能射得到阿基里斯呢 這時狙擊往阿波羅上線協助了 有了阿波羅的加持 這個劍又快又準的射走了阿基里斯的腳踝 那是阿基里斯唯一的弱點 我們的阿基里斯就這樣子GG了 究竟這場戰鬥到底是誰獲勝呢 我們下一集帶去吧 了 一張穩定 一張小鼻子 如果這邊忘了